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一套热盘 它在上市当天就直接被秒掉了 我们看一下这套盘的具体情况 这个楼盘是位于41 Finwick Crescent, Markham 它对应的学区是Univill高中 挂牌的价格是1788888 当天是以188万直接被秒掉 这套楼盘2023年的地税是8417 一共是两层楼的建筑 卧室室有6个4加2 卫浴是4个 有3个加半个卫生间 然后它的尺数是2500到3000尺 它的地非常大是73×106 所属的区域是Warden和Highway 7 地下室也是有专门的路户门 Kitchen是有两套 然后它的建筑房龄是31到50年 那这套房源当时出来的时候 我也给我潜在的客户 当天上午就发给它了 有一套非常好的一套房源 那当时因为是这个门牌号有4 没有考虑 事后我在发给它成交价格的时候 它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价格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的图片 因为当天卖掉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到现场 这是它的前面的正面 那整个外墙是一个砖墙的结构 这是路户门 整个厅和楼梯的一个景观 这是客厅 餐厅 这是回客室 这是厨房 相对来说我觉得空间有一些 觉得有一点小 紧了一些 洗衣间 这是两楼 这是主卧 这是主卧的卫生间 应该也是上开棚的设计 衣帽间 这是卫生间 客卧 那这个他也做了一个 两台的那个 DAC的设计 整个后花园 所以在当今的市场上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下半年我觉得楼市应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 下滩的空间 但是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往往能够捡到一些好的楼盘 通常也就是减楼 所以像有这样比较好的机会 我们还是可以试探的出手 特别对于比较有实力的买家 但是总体的市场 我个人认为下半年应该是一个具体 继续下滩的一个过程 好那今天的这个石盘的讲解就到此 后续如果大家也对某个区域特别感兴趣 也想有这样好的简陋的机会 可以联系我 我也会第一时间把当天新上市的符合要求的楼盘 在最快的时间发给您 那把握住每一次的入市机会 谢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中文字幕 感谢观看